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先来看看战场方面消息 首先是顿尼茨克方向,阿弗迪布卡的乌军 今天取得一个不小的战果 收复了奥贝特涅 在这个位置,之前俄军对阿弗迪布卡的乌军发动了前行攻势 奥贝特涅就是钳子的核心 如今,收复了这里再次威胁顿尼茨克机场 俄军的钳子断了 据称,乌军59旅在这里抓住了米三军的防守破绽 一举击溃了村北盘军的米三 收复了接近三平凡公里的区 对于此刻是清乌俄军的大本营 乌军在该城的北阿弗迪布卡、西马林卡、南伍莱达 对该城形成三面包围 如今这三座城形成的角锁收得更紧了 然后是巴默特方向 A村安德利福卡与大K村克里奇福卡之间的铁路线 被乌军再次收复 乌军昨天收复了两平方公里的土地 俄军有命令不准退 以乌军的进展 如果这儿的俄军不退 被全监是迟早的事 俄罗斯正在顽强的试图保住铁路路低 俄第51VDV团和第31VDV禁卫突击旅 增援抵达了南亿 比起之前整湿整湿的增援 这回两个团的力度低多了 北线乌军三日旅在火炮配合下 收复了一些地区 然后是扎布鲁热战场 乌军还在继续扩大收复区 目前城内情况很明显大部队 已经和之前的小突击队开始会合了 目前82旅和46旅各一部在城内作战 一个有趣的消息是 俄军声称的罗伯基涅反攻失败 是因为有亚索团增援 问题是亚索团一直在中部战线 新普罗皮夫克方向163高地已在乌坎手中 俄海军810团再次被换下 因为他们据说只剩下40%的战斗力 曾经骄傲的俄罗斯近旅 海军陆战1441步兵团 现在已经失去一半以上的装备和战力 也在慢慢退出 据说在新普罗克罗夫卡以南 新普罗克罗夫卡正在发生战斗 其实六师 在第105团遭受重伤之后 他们在动员兵部队掩护下 将精英部分大约35%的扩存 返回下到一方线 东战场方向Z村 扎威特内巴赞尼亚北部地区被乌军收复 新顿涅斯克乌韩军队正在沿着 新顿涅斯克西马约尔斯克持续的前进 在扎尔尔尔以北五公里处的T-0401公路上赶来增援的俄罗斯 第177海军陆弹团的突击队的军车被乌韩炮兵直接摧毁了 乌东方向 乌军昨天在这个位置升旗 普库阳斯克方向 俄军调来了25军 据说打算以这个军为核心发动新攻势 不过目前俄军没有动 倒是南线斯瓦托克里米纳一线 以乌军第12亚素旅和第100旅为核心的反击兵团 连续三天收复实地 有一点点可能 在乌军持续的反攻下 乌军会有拿下俄战城市的战果 赫尔尔尔方向 一片混乱的205旅被后撤到了克里米亚 进行洗脑和管教 并重新整补训练 后面放了一张图 显示他们的新主地 来自地下抵抗组织的报告称 驻扎在左岸的俄49军 将剩余的205旅的士兵 拆成营级单位 增添新招募的克里米亚动员兵 进行重组 不知道这个番号是否还会被保留 好吧 看看这些俄罗斯人还能翻出什么花来 至于困在地链伯罗群岛上的 俄205旅下属的官兵 只能是自求多福了 奥列什基俄罗斯第95步枪团 曾被派往安东诺夫大桥 清理乌克兰的桥头堡镇地 但是他们的战果就是被乌克兰部队 一路清理到了奥列什基市的西郊 现在这个团正在奥列什基郊区 作为一个整体为生存而战 与此同时 海老师又访问了这里 昨天俄罗斯又一大炮被毁了 俄罗斯战场方面 女子火烧征兵战 不过看着衣服不像是最近的 美国大使声称防暴反腐 机车很快就到 前总统波罗申科向前线五个旅 提供了200万美元的物资 五角大楼也给出了新军援清单 支持和整合乌克兰防空系统的设备 海马斯的额外弹药 105毫米炮弹 电子战和反无线电电子战设备 清除障碍的弹药 排雷设备 培训维护的支持和设备 即俄军图2M上放置轮胎 防乌军无人机后 苏34上面也盖轮胎了 这是昨天乌军防空兵战果 甚是喜人 再看昨日战果 也不错 再来看看战场以外的消息 亚马尼亚宣布援助乌克兰 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亚马尼亚也是上让下下 穷的叮当响 随时还要全面开干 算是个难得的心意 开战的时候 大多数专家都说 几乎几天后就会沦陷 而现在 这些专家却在抱怨进攻的速度 斯托尔滕贝格说 北约秘书长强调说 我们不能坐在这里 在布鲁塞尔 在北约总部或欧盟总部 去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战斗 还算说了句人话 马尔克说 他曾经切断了俄罗斯克里米亚的星链网络 导致无人艇前几次袭击也没有成功 本报认为 马尔克的星链介入程度本来就不深 不然不可能 连远离克里米亚的赫尔松城 在年初乌军都没法端掉俄军的城附近火炮阵地 在乌克兰接受过医学或药学教育的女性 必须从2023年10月1日起登记服兵役 她们获得应征入伍者的身份 国际旅行将受到限制 由最高拉达总统代表 费利尔维尼斯拉夫斯基宣布的 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泰姆乌梅罗夫说 对我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在2022年开始的 甚至不是在2014年开始的 对我的家人和克里米亚达达人来说 与俄罗斯的战争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了 当时莫斯科第一次占领了我的祖国本土克里米亚 我出生在我的家人被驱逐出境后 小时候经历了俄罗斯殖民主义带来的苦难 他试图让土著克里米亚达达人感觉自己 是自己土地上的外人他们当年没有成功 也永远不会成功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是赢得战争 虽然罗马尼亚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表示没有受到威胁 但是依然考虑疏散边境居民港口无人机碎片掠过他们的家园 据说美国即将通过2023年黑海安全法 这对加强乌克兰国家安全确保北约在黑海的存在具有积极的作用 是事实上俄罗斯已经输了 只是还没有彻底输 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一向也没有达成 第一瓦解乌克兰宪政权建立清俄政府 没有建成清俄政府 反而促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共戴天的仇国 连原本的清俄势力都无脸才清俄了 第二去乌克兰军事化 乌克兰军事化没有被去掉 反而促成了乌克兰军事现代化 战后乌克兰将成就一批现代战争和现代武器的专家 第三夺取乌克兰东部清俄地区控制权 建立战略缓冲区 这已经不可能 如果能保住克里米亚都算普京没有战果还有胜果 第四制止北约东扩 没有制止东扩 反而把战火延伸到俄罗斯自己的本土 今后只要边境发生冲突 就是战争 普京和俄罗斯人民获得什么 一个本来还过得去的邻居 变成不共戴天的全现代化军事国家堵在家门口 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儿子送到乌克兰去死 俄乌战争有统计 有五十万士兵阵亡 即使一家一半还各有二十五万人命 战前乌克兰军队仅二十五万人 和整个世界为敌 把乌克兰炸了个稀巴烂 但是并不是无常 战争是要支付赔偿的